現在小朋友一拿著遊戲機或者手機 就什麼都忘了, 飽了, 不用吃東西 我們這個年代 哪有這麼多電子遊戲玩? 是呀, 最流行的應該是打波子 幾毫子就有一袋, 幾十顆 每人一袋有很久玩 那時候還流行學期 我買了一副在家裡, 可以隨時玩 我用的波子 是在日本特別訂製的壽喜燒波子 是, 一顆都不便宜 想當年我贏了富豪街 富豪街, 你笑圈子有多少人? 你沒聽過, 高手在民間 我帶了一些公仔紙 這些公仔紙有些豬白戒 有些潛艇, 這些公仔在上面 小時候就是玩這些公仔紙 我一張 拿到一張 你呢? 輪到我了 那當然是第一張彈出來的, 是嗎? 拍兩張三張 那我搭著就… 即是怎樣 當作是不行的 只是當一張, 是嗎? 這些膠劍、膠斧頭 我小時候經常看男生玩 但怎樣玩? 對, 這些就是大家放在地上 然後離開一個距離 我用短刀… 大家越來越接近 我就這樣… 即是怎樣? 難分高低的東西 自一搭在面上就算贏了嗎? 如果我這樣搭著, 我的方式… 我想你們是很頑皮的男生 才玩這些無聊的東西, 是嗎 不是, 是很聰明的男生 我不玩這些 小時候我最喜歡玩冰桌茶 那你做冰桌還是做冰桌? 我通常都是做冰桌 因為拍得快 做冰桌比較好玩 所以我通常都會納一把水槍 甚麼 水槍 這把水槍還未認出來 真的很可愛 Mimi水槍 現在沒有放水 這支水槍已經跟蹤了我二十多年 你相信嗎? 幾乎是古董 幾乎是古董 這些我也可以出賣 我也喜歡玩水槍 你還有甚麼符擠 我想大家都很少見 又是近了二十多年 你又相信嗎? 先看清楚 這就是火藥飛鏢 火藥飛鏢? 以前飛出去 撞到牆壁的東西就會發霉 我認得他了 我小學時有個同學 飛過這隻東西 埋在我身上 所以我很記得他 小時候沒有現在的 十分正有零用錢那麼多 玩的時候當然要就地取材 對呀, 找些甚麼… 有趣一點, 但又不用錢的東西 我記得汽水開了很多荷蘭水蓋 最喜歡這對的就集一堆 那裡就集一堆 又用一張紙就搓到一顆球 然後就這些踢球 這小時候… 小時候… 我們年代就是這樣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自製玩具 現在的滑板, 我想你玩過 是 那時候的滑板, 我想你還沒玩過 怎麼樣 雖然是原始一點 告訴你怎麼做 用兩塊木板, 組成一個T字形 前面兩個輪子, 後面放兩個輪子 那我們就站在滑板上面 專門選斜坡畫下來的 很刺激的 咙啾 輕鬆 除了 快點 快點 氣 快點